接下來郭建盟議員 請歡迎 謝謝議長 韓市長 副市長和收尾韓市府團隊的所有首長 我是新興林雅前津區的市議員郭建盟 未來四年 跟大家一起為高雄市政府打拚 高雄市打拚 也請大家多指教 今年是預算會期 在進入我的質詢主題之前 還是深針對預算的問題做個討論 因為本身我不是黨團幹部 所以我沒有參與協商 但是有一些實際上會遭遇的預算問題 我拿出來大家參考 試試看看怎麼對高雄市好 基本上 這次預算最大的遭遇 最主要是陳菊市長跟韓市長 我們政權銜接 但預算編列卻是前政府編列的問題 民進黨那時候曾經主張希望預算退回 讓韓市府團隊可以照你們所有的施政概念上去做未來的規劃 有一本屬於你們的規劃 政府團隊自己的預算 不要不合適的腳印穿 對高雄市沒有好處 但最後我們注意到說 韓市長在12月26號的時候說希望議會繼續審查 如果有不符的支出再辦理追加減 另外我們的副市長 李士川副市長也提到說 新增的預算 也就是新興計畫 大概才二三十億 有半數是你們的新增也要用的 大概可以調整的空間也剩下十多億 未來有機會再辦理 有需要再辦理追加減 那我現在先請大家述考這件事 我們照著您的意思 審這本預算 如果市長審過這本預算都審過了以後 你願不願意照這一本預算內容去施政 你願不願意 我這樣子問 沒關係您順著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遇到什麼問題 就市府對議會職權的尊重 你也在預算一經過三讀 基於對市民跟議員的尊重 你們馬上要照這一本三讀過的預算 負責任的去執行去貫測 所以未來像萬一像市長您提到 要辦追加減 我們必須要先跟韓市府團隊講 你們的減額預算 不能從這一次三讀通過的預算 不然就好像議長所說的 你叫我們這次通過 未來才說要減 這樣是不通的 第二 就預算執行制度面的問題 你也知道 所有的局處都知道 預算只要一通過就叫法定預算 馬上需要經過預算法 經過行政院各機關 各案計畫管制平和的作業要點 期程計畫成效 還有執行率 每年年底我們在減隔年的稅入的時候 都要看你前年的執行率有沒有 所以我請問 可是這本預算裡面全部都是前政府編的 你們剛剛所提的這些十多億不做的計畫 未來怎麼管考 這管考的是不是直接在旁邊注記說跟議會說好不執行 不通的不是只有議會 還有審計部 剛剛我們李副市長也提到 你們看見的剩五億而已 五億很多喔 你現在看過應該知道五億很多 新第13次的統籌分配稅款也才下來17億 也就是你們未來要追加頂多17億 這五億又加17億 23億可以推高雄的新政 有什麼不好 所以照這個邏輯 為了議會的尊嚴也好 為了未來你們追加減預算的裁員也好 為了審查 為了你們預算執行的審計制度 考核制度也好 我認為這本預算的審核 應該很清楚這個原則就是 你們要執行的進入二三度 你們不執行的協商以下先砸掉 比較便宜到年底的時候看執行率 這沒有執行率 因為你不執行就乾脆刪掉 起碼也不用奢戒 我認為起碼這樣在預算上 支用上在制度上對議會也好 都是一種尊重 所以這樣子建議 請大家三思 有覺得好的話 我認為大家協商一下 很簡單把新新計劃 延續新計劃拿出來看什麼沒要做的 預算放在那裡 抽出來就好了 兩天就改過了 這樣我們在二讀的程序 不會浪費時間也有意義 還可能可以幫你們追加預算找裁員 後面這一段預算執行的態度在最後再請這個市長 在做個答覆還是副市長 另外進入我今天質詢的主題 長期以來我當議員對傅佑的問題相當重視 雖然我是在財經委員會 我在104年的10月的時候 我做出一場質詢 這個質詢是什麼 在10月17日的時候 在104年10月17日 那一天的報紙登什麼 台灣是悲慘世界 兩天有三起殺童事件 發生了哪些 包括一個媽媽 九天只餵四個麵包餓死孩子 再來一個少女未婚生子之後 沒辦法處理 整個彈在膏子給他們死 再來少女隱瞞生子 丟在衣櫃內 警消早三次才還找不到 那時候我用這個例子的時候 在104年10月提出質詢 我今天在用 包括我們在11月的時候才發生的 這個是昨天發生 在台南發生 事實上不只在台南發生 11月的時候還發生了一起 兩歲的娃娃餓餓死 所以娃娃餓死到會查 他們這個母子 半年前和一個女兒子也死去 華儀也是被虐殺死亡的 那我為什麼把這六件併在一起 其實絕對不只這六件 因為這六件 當然我沒有把肉圓爸放進來 因為這六件有一個共通性 這個共通性就是 這些孩子全部是未成年媽媽所生的 也就是小媽媽生的孩子 那小媽媽生的孩子 她受虐風險是很高的 所以我今天的呼籲是什麼 我欲請韓市長出手保護 16歲到18歲的小媽媽寶寶 保護媽媽也保護寶寶 為什麼針對16歲跟18歲 昨天台南事件發生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是 衛福部的法令不足 造成我們社會安全網有漏洞 16歲到18歲兒哨生子的 成為通報範圍外的漏網之魚 我們呼籲韓市長在中央修法之前 高雄先行 強制通報守護小孩子跟寶寶 我做一個清澈的報告 知道了 事情發生包括 這個黃偉哲市長 包括我們的代主席林又昌 包括甚至我們的院長 我們總統都說話了 出來呼籲什麼 呼籲市民要站出來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不是只有靠社工人員 我們必須要靠全民來編織 但實際上這個呼籲 我聽起來是很痛的 我們站出來夠嗎 我們站出來是絕對必要 但我們站出來夠嗎 因為這個制度長期有一個缺漏 什麼缺漏呢 我來跟市長做個報告 小媽媽家庭是虐童的高風險族群 小媽媽的處境 她面臨什麼 生理 她生理 妳要知道 一半逃懷孕 不敢知道 不敢有老婆知道 不敢有朋友知道 我們的健康家庭署調查 有超過60%的小媽媽是沒有經過殘檢 所以他們生出來的孩子 早產低體重的 各方面的比重是相當高的 所以他們心理 另外他們的心理 他們心理壓力更大 要生嗎 未來錢在哪裡 外面要怎樣 坐坐坐 她到底要離職 全身不要去讀書 全身來顧小孩 或是要送給人家 心理壓力很大 再加上小媽媽 通常在社經地位上很差 經濟也不好 所以過去 我們的家庭健康署的研究 這些小孩子 是在不被期待下出生的 所以他們出生的時候 沒辦法很學到 一出生就是麻煩 一出生就是包袱 整個拿著等著 會面對死了 沒關係 所以這群小孩 他本來就是社會安全網的高度 受虐風險 所以我在那時候提出質詢 我跟市長 您報告說 漏洞在哪裡 16歲以下 你要知道16歲以下 萬一不要說懷孕了 你只要 不要說生小孩 一懷孕就是性侵害 強制公訴罪 不只社會局 衛生局 警政 全部都要介入 所以他有 性侵害防治的一個法規 它是強制通報 而且要24小時內通報 問題來了 16歲以上到18歲 未成年的時候 我們同樣的法規定是什麼 這個法 我在這邊時間的關係不贅述 他必須因為遭遇教養 婚姻醫療等問題 自兒童及少年 未獲適當照顧治癒者之家庭 有沒有看到這個 因遭遇 簡單的說就是 這個孩子要去用 要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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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 發生之後 才來處理 所以長期以來就有這個漏洞 我那時候提出質詢 關鍵就在這裡 我那時候提出質詢的時候 我們的姚宇晶局長 馬上跟社會局做個協調 未來怎麼樣補這個漏洞 中央法規 那是中央法規 雖然是內規辦法 未服務的內規辦法 我們為高雄市就起碼先透過 醫療院所跟少女懷孕生產案件的 通報仿式來補漏洞 我們起碼先做了 但是 大家不要以為這樣就有什麼用 差別在哪裡 原本 性侵害是社會局 衛生局 民政局 教育局 警察局 全部要一起動起來 現在只剩下社會局跟衛生局 簡單說 連小診所都不會去哪裡通報 漏網之魚一堆 那個只是我們安慰心理而已 因為我們認為中央遲早會休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休 11月發生的時候 我再喊一次 我在臉書再貼一次 還是求我們中央長官 也沒消息 還是沒有列管 我昨天也做了大動作 繼續在所有的媒體下面去貼 要中央來改 要中央來改 所以這些差別漏洞在這裡 你如果繼續用高雄的辦法 有一大堆局處動不起來 社會局沒有那麼大的本事 我不是批評警察局 我不是批評其他局處 因為橫向聯繫 就沒有那個機制 他怎麼去列管 所以 小媽媽 全國一年出生多少 小孩子 墮胎的不算 起碼三千個 高雄算算也三百幾個 這三百多個 有上報紙的才有資照被虐待 不上報紙的 關在門裡打了一堆 我相信一堆 所以 我在這裡還是要隔空呼籲 我們的最接地氣的蘇貞昌院長 這個不用立法院修法 這個是衛福部的內規 也無關地方政府 我們高雄市也等地方 中央政府等了很久 希望要修 但是等到現在還沒修 悲劇卻不斷的上演 我們不敢說這次全部 定了這個辦法就有用 但是 大家不是說 我們共同來編織綿密的社會安全網嗎 法令如果可以定 不用 不用要立法院求 也不用地方政府 蘇院長 卡一桶電灰 責令家庭 這個社會 健康署 去處理 我相信一高雅 行政院會通過 就下令給全地方執行 我自己是民進黨議員 我會努力去做這個事情 另外 在中央還沒做之前 我要拜託韓市長 賺錢有所 孩子的死命我們先來過 怎麼樣呢 中央修法之前 經理破例不漏洞 強制16至18歲小媽媽 列入通報對象 給孩子生機 給孩子生機 這個要拜託就是 不止社會局 絕對沒有辦法去責令 我們的警察局 民政局 跟交易局 這個 拜託 韓市長 研究看看 我們內部有什麼樣的機制 強制先做 保護孩子 是每個人責任 不要發生的 大家在那邊 叫人民站出來 叫人民多雞婆 我們自己有沒有辦法 我們有權 我們有做到嗎 我們有做到嗎 我覺得我們先思考一下 另外 還有關這些預算問題 兩項建議 兩項問題 是不是請韓市長 或者是相關專業首長 來做個答覆 是不是請議長 先請韓市長 在態度上做個 韓市長 請答應 謝謝 我們國議員 從人道主義的角度 提出了很多建議跟批判 那我必須要承認 剛才你說的 我沒有想到 未婚媽媽四處無緣 怎麼辦 平心而論 我沒有想到那麼細 先向你表達敬意 我這裡折成我們社會局 如果用人口數字推估 假設高雄一年有300位未婚媽媽 而且是少女 16到18 請我們社會局立刻展開 類似一個代號 叫珍珠計畫好了 我們先訂 透過我們所有的市政府宣傳的各種方式 以及李妮的宣布 遇到這種情況 我覺得這些未婚懷孕的少女 應該有一個可以依賴的場所 如果她結婚 她有打雞打瓜 她會好一點 如果沒有結婚 我想她會更痛苦 那在這裡我們市政府 應該要勇於站出來 幫他們做好一個溫暖的草穴 那這種情況她們不知道 突然你這個提出質詢 讓我刺激到了 我覺得有道理 我就請社會局 現在謝代理局長 我們要成立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珍珠計畫式的 如果遇到這種 四處孤立無援 她可以找到政府這邊 我們幫她做出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溫暖的 這裡有心理輔導 還有你剛剛講的產檢 還有各方面的諮詢 法律專家等等 我覺得我們要做好像這樣的一個中心 這一塊我真的感覺到 包括我本人過去都疏忽掉了 而且當前的社會是真的有需要 我們社會局立刻會往這個方向來做 盡快技術做出來 透過市政府的廣播公司 然後市政府的宣傳平台 告訴大家 我們有這樣子一個珍珠計畫 我想我們可以這樣做 這個不需要修法 我們既有的資源就可以調動 好不好 這一個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的 謝謝你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建議 預算這部分要拜託各位議會的議員 女士先生能夠繼續支持 因為我們願意概括承受 前一期政府所留下來的 所有的施政計畫預算這邊 新的政府接手 我們希望概括承受 那盡請各位能夠繼續予以審查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調整的話 在三月份的時候 如果有追加減 再請大家來多多幫忙 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會本負責任的態度 在各位議員審查完畢的預算 我們有效率來執行政府的推動各項工作 好不好 謝謝各位議員 你 sua期會 婚禮說 benef Powd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